哎呦我四大家好 在上海的外环外买一套金装修的大三房 需要花多少W 据说这套房子非常有限价比啊 97个平方 而且是刚刚装修好的豪华装修 OK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一起去一探究竟 看一下这套房子的庐山真面目 OK我们现在已经到小区门口了 先看一下这个小区的门头 大门比较小啊 小区的大门口是一条马路叫年家帮路 是一条老街 菜场啊包括商超之类的都比较多 这个小区的位置还是非常好的 就在我们正对面这个位置后面 大概100米就是小上海步行街 然后那个方向的话 大概有900米左右的距离 是周浦的万达广场 位置还是不错的 离地也站都很近 我们一起到小区里去看一下吧 小区的道路比较窄啊 95年的小区 然后这里是这个小区的楼洞分布 小区不大 楼洞的话没有太多 停车位也挺紧张的 因为是老小区嘛 当时规划的时候可能停车位没有规划那么多 我们看到这栋房子是在里面 一起到房子里去看一下吧 OK现在我们已经到房子这里了 这个套房子是一梯两户的 对面还有一户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这套房子 这套房子的门锁也是一个四合一的智能门锁 刷脸密码指纹都OK 进来房子里面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房子 就是可以看到小区内部的一个景观 这个客厅真的非常大非常宽敞 看一下这个面块 非常宽敞 然后这里的话是做了一个酒柜 可以放一些东西都没问题 进门的左手边 首先这里是一个小房间 这里是一个小房间 算是一个儿童房 也有一山朝北的窗户 那窗户外面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进小区的那条年假房子 这是一个儿童房 然后在客厅的旁边这里 这是一间朝南的所谓 可以看一下 这个次货的空间还是蛮大的 大概有十二三个平方这样子 也是一扇朝南的窗户 然后它里面的话 就做了一正面墙的柜子 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储物空间 可以看一下 放很多东西都没问题 后面就跟他已经 家里衣服多了 客厅的 这边的话 这里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可以看一下 油盐机造开 包括这里有一个食菜的地方 操作台还是非常宽敞的 包括上面也是做了柜子 可以放很多东西 然后往这边来 这里是一个客位 这里放着一个洗手匙 然后再往里面的话是洗澡的地方 和马桶都在这里 这是一个公共的卫生间 它是放在客厅旁边的位置 然后接着往南走的话 就是这套房子的主卧 也是最大的一间卧室啊 可以看一下 这个主卧的面积非常大 非常宽敞 放了一张两米的床 包括这个窗户也是长南的 对面的话 还有一个小型的衣帽间 和独立卫生间 然后过来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小型的衣帽间 柜子里也可以放衣服之类的 那这边有一排这种 层状的盒子 里面的话 这个独立卫生间的空间也非常大 马桶里面是洗澡的地方 也是干湿分离的一个卫生间 这是这个主卧啊 我感觉这个主卧真的特别大 住起来肯定会非常舒服 这只是可以放一把凳子 平常女主人可以在这里去化妆啊 都没问题 有一面镜子吧 包括这套房子可以看到 它每个房间 每一处空间里面 都是做了很多这个储物的这种柜子 整体的这个储物功能啊 非常丰富 包括厨房下面 也是可以放很多东西 当然这套房子最大的亮台 还是它的客厅 真的特别亮 特别的宽敞 而且整套房子 你可以看到 都是使用了这种制能的家具 包括这个窗帘 都是声控的电动窗帘 灯光也是 然后客厅这里还装了中央工条 非常好 非常漂亮的一套房子 然后这套房子呢 它的产生面积是97个平方 目前的售价是440万 价格其实是不贵的 因为它小区的这个位置 还是非常不错的 距离周普万大广场 只有900米的距离 地铁站呀 包括商朝啊 小上海步行街啊 都是近战支持 还是老问题 如果是你 你愿意花440万的价格 去买这样一套 97个平方的 精装修大三房吗 位置是在 普通新区的州府镇 外行外的位置 把你的想法 打在评论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